以下將會是一連串的旅遊影片 由多倫多出發,直飛Miami快線一天 再上一個五日四夜的皇家加勒比海 Rawar Caribbean Oasis of the Sea 的游輪 前往海地Haitis 的Laba D出發 再來一個 U-turn 回頭 去Miami Outlet 瘋狂Shopping 吃、吃、玩、Shopping 馬一到齊 在影片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幫助這位位於 YouTube 界內的山區兒童 只要一天一個 Like、Subscribe 和 Share 就可以大大幫助 YouTube 界內的 YouTube 朋友 好了 一起出發 加拿大陸、美國的機器 很多時都會延遲或者不見行李 所以我們今天 每個人都是拖手提行李行李行李 不想Check-in 直接帶上機 因為機械塞行李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大的 Mago 你剛才過的那個名字 我看見到 他好像審訪了審理 我沒事 我的超好人 這次算快了 守行李和過海關 都是用了差不多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我們來到閘口 是沒有什麼人 我們是早很多來的 我們好像整晚街頭一樣 好了 終於上飛機了 哈哈哈哈 又飛了 最怕就是上面沒有位置放的 但是看到上面也應該 有很多個空間 有很多位置 終於可以睡覺了 有三個小時的時間睡 哇 其實這部機器做什麼事 不停地出煙 很害怕 其實我不明白 這部機器已經停了 但是仍然不繼續出煙 好了 安全到Miami了 但是10萬個為什麽 不知為何剛才這部機器不停地出煙 但是呢 是安全落機的 可以 哇 這麼正的 這部機場有LEGO STORE 一搭出去機場 已經熱到一旁要脫下的外套 感覺好像回香港那樣 那種濕熱的感覺 沒錯 我們的第一站又是WARMARK 就是因為我們要買一些日用品 因為太多東西拿不到上飛機了 哇 這裡的WARMARK 跟加拿大的感覺是有少少分別的 喂 不是買日用品的嗎 你們這些人幹嘛 第一時間真的看糖啊 兩元哦 好吧 買一包吧 哇 超可愛的 加拿大是沒有的 馬里奧的糖 也有超音鼠Sonic 哇 第二件事呢 就是買Hairspray 因為這些呢 就是拿不到上飛機的 因為我們沒有check in luggage 所以呢 就要在這裏買了 那還有牙膏啦 自己為了省位呢 牙膏也沒有帶的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太陽油了 我覺得我們最明智的決定 就是買了32支水 接下來的6天 7個人分 哇 這家WARMARK雖然是大 看上去大人 但原來那些東西呢 是十分不細緣的 不過anyway 笑馬的東西呢 都賣完了 那現在呢 下一集就是去酒店check in 哇 來到Miami呢 真的很多這些pomp tree 不過其實等於好像去到加拿大 周圍都是一棵葉樹一樣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晚的酒店 Holiday Inn 也是一個非常地道美國式的酒店 那絕對呢 就不是香港staycation的那種程度 進去 嘩 OK的 你幹嘛抹東西呢 先買了東西 先買了 哇 你又抹東西呢 你們這麼害怕呢 那好啦 其實呢 這次呢 都是沒有什麼room tour的可言 因為呢 房間真的一眼看完 而那些小孩子呢 就很勤力地在那裡抹掉 這間房裡面的 柄啊 桌子啊等等的 那呢 來看一下廁所先啦 是光亮的 也有個浴缸 不過呢 那一定不會在那裡浸浴 大哥 這些酒店呢 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洗過浴缸的 那相信都應該沒有了 那呢 發鏡子挺好的 那是那些呢 鏡子後面有燈 那樣呢 又是整頭髮呢 一流的 那是OK的 廁所 哇 你把床的位置都抹了 床頭那裡都 床頭都抹了 哇 這麼好啊 哇 好啊 哇 那我試床了 金屍掌 金屍掌 都是沒有錄的 行了 我滾了 我睡這邊了 不行啊 Staycation 片發作 完 我們抹了啦 那些人妻呢 走進來呢 又噴又抹 哇 好害怕啊 是消毒小組 你不信念啊 喂 喂 喂 為什麼有崩嶺呢 小組來噴啊 玩得好 怎麼會脫鞋 這個消毒啊 喂 那些老婆老公在那裡打架 我們不關事的那些都走開了 都是 你看看那些人妻 你穿什麼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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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上袋啊 地上也很髒噴啊 噴上吧 哇 蛤 沒有牠給牠捉啊 牠們整三個這樣 噴進來之後呢 威娃鬼魚之後呢 之後呢 遷就了啊 沒有雞 不過有三種啊 但最主要呢 現在上方的目的呢 就是呢 梳洗完呢 可能下一陣呢 之後呢 就真的出去Miami那裡啦 好了 我們來到Miami那裡 一個比較有趣的Cruz Burger 這裡就是牠的餐牌 其實牠的東西都蠻特別的 最特別就是牠的啤酒 手工啤酒 叫了牠的手工啤酒 這個是帶有芒果味的 但是牠的啤酒是比較小的 比一般的 嘩 入口真的超重的 這個after taste也很厲害 但是呢 是挺好喝的 是小杯那些 那這杯叫做Captain Crush 嘩 那些東西看起來挺有驚喜的 嘩 好啦 先試一下那個包 一手來 就不要說一身難忘的 好吃 但是 絕對不差的 是好吃的 那來相反呢 我覺得這個筍是很好吃的 它的汁是酸酸甜甜的 就是這樣 那吃飽飽呢 現在呢 就走上這個art district那裡 就看一些graffiti 真的那些噴漆畫啦 街頭那些 類似這些 但是呢 但是呢 那就再美一點啦 其實這裏呢 今天都挺曬的 陽光都挺猛的 但是來到這裏呢 真的有很多這些噴漆的畫 還有graffiti 其實這裏的店鋪 看起來都很色彩繽紛的 這裏的店鋪 其實這裏的店鋪 其實外面都噴了東西 滑了畫 這裏也是啦 你好像很少主動要吃東西的 噢 其實我會自己吃東西的 他叫了一個呢 雪糕呢 然後呢 之後有一個叫churro的物體呢 就像炸油炸鬼那樣的東西 那再加個雪糕給他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Mark過賣的 但是呢 每個人都拿來打卡用的 怎樣啊 好不好吃啊Mark OK 等了那麼久 你只能一句OK的 我沒什麼要求 就好像好吃的 其實基本上呢 每一棵牆呢 都是被人畫過東西的 是沒有一幅呢 是什麼都沒有的牆 不過這個感覺都挺正的 都挺色彩繽紛 挺有藝術的感覺的 那麼就來到這個 藝術地區 去看它的Graphini 但是呢 原來呢 它現在開始收錢了 還要收12元入場費 那些女兒在這裡掙扎著 進入去 因為其實呢 這個圍欄外面呢 其實都有很多 挺漂亮的Graphini 所以未必需要進去 其實這裡就是入口 其實網上去呢 都是 看完的了 除非你真的很想進去拍照的話 就給我12元進去 跟我們拍照吧 但是呢 我們看到呢 其實 外面對面那些都OK的 都不錯的 其實 所以未必需要進去 其實這個都挺漂亮 挺有特色的 看 對面也有了 這兩個人在這裡打卡 在這裡拍照 都是 對望的 他們是 但是其實我好加的 剛才拍了很久 現在是別人的店鋪來的 我們不斷在外面打卡 進不進去 好像很壞 那樣 啊 是Museum來的 這裡就是個Museum來的 但是 原來是要付錢的 16元啊 那我們 看Gift Shop算了 嘩 上面有很多Babric Babric 超貴的 大哥 這個呢 就是他們外面噴牆 Graphini用的噴漆油 好了 一罐罐洗洗瓶的 好 混吉完畢 完全進去 不是買東西 也不是去看他的Museum的 而是去涼冷氣的 哇 這張帽子完全為我而設的 粉藍色的帽子 28元美金了 不是啦 買不買 你們真的很差 你看美不美 你是社會的動量 看我對的東西 你又對的 頭髮 你也不一樣 嘩 這裡很骯髒 嘩 被人帶 被人帶過了 嘩 口骯髒 這個不行 看看後面我們有沒有OK 嘩 這個OK 現在是我不要你 因為你太大頂了 所以 拜拜 好 最後呢 都是沒有買東西的 原來這裡太危險了 後期走在一間店舖 都可以差點買到東西 我們又走這個 Art District 變了真的走街街了 嘩 我們來了一個 都挺漂亮的 還有這條街 都挺有特色的店舖 還有呢 這條街 都有一辣 都挺有特色的店舖 那來到美國了 當然要去Target走 剛才我們已經走到Warmark了 那呢 現在再走到Target 就剛剛好 這個冷氣很舒服 本人覺得呢 Target和Warmark的分別就是呢 Target像一間正常一點的 就是百貨公司的樣子 剛才Warmark看上去呢 像一間貨倉多於一個 真的百貨公司 嘩 一進來呢 我們看到一件東西 來遠呢 看到一個Pokemon Trading Card的架 就是有Pokemon Card買到這裡 嘩 噴火龍那盒東西 一個人可以買兩盒噴火龍那盒東西 神經病 但是呢 這裡就是 什麼都沒有了 剩下一些很雞的東西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貢黑仔 每次去都是沒有的 咦 雲也有Pokemon Card買了 但是呢 買50元呢 即是大約港幣403元左右 算是都還可以的 這些價錢 喂 你們女兒玩東西啊 看這些 大佬 嘩 好兇啊 沒有人要你跟的 好震撼的發現 原來Target是有SHF買的 嘩 我沒想到 那些MK東西Target都可以買 這裡 它不止啊 高達也有啊 那我們呢 就撿到漂亮的東西了 10元美金 只有Target才可以買的Gundam 那當然是買飯盒啦 這個美國Target 連Blackpink的碟也有啊 都說那些女兒很固滑的 知道兒子的行李箱裡 有位就立即買東西了 我自己拿啊 這位女兒啊 這位女兒啊 我自己拿啊 我放了幾個袋子 為何我們最後都走回來看零食 我買了一個 我沒見過 嘩 嘩 歷史物物啊 Halloween減價的巧克力 30% off 那些人呢 派訪Halloween呢 就是派這些的了 好啦 最後呢 人人都有買東西的 你看多少個袋 嗨 走下山了 那我們呢 是繼續盲無目的地走的 就是因為呢 其實今天呢 是沒什麼行程的 來Miami呢 最主要的目的呢 都是上郵輪 但是呢 我們是早了一天來 所以呢 現在是在Miami裡面 在周圍遊走著 有一堆戶外 在做瑜伽的系列 好熱血啊 這些 真的好美國特色的東西啊 這一個呢 建築物呢 是非常之Miami特色的餐廳 超美啊 那當然有打卡啦 這些東西 一定一定要做的東西來啦 其實這裡的大廈呢 都很有Miami特色的感覺 那現在呢 就來到一個Trader's Joe 那裡呢 買東西回酒店吃啦 嘩這塊是什麼來的 這塊是什麼來的 這麼大支呢 是酒來的 嘩 五九個一杯OK的價錢 原來這些 是這樣的樣子的 它原來是一個丁 一粒粒的 一粒粒的 完全不知道 Brussels Bros是這樣的 因為呢 大家都不是很餓的關係 所以我們呢 他們在這個叫做 Trader's Joe的超市那裡 買東西回酒店吃 這裡就是今晚的晚餐啦 它那種櫃桌給錢 很有趣的方法 你那些水 這裡很好啊 超市和店舖是給狗狗進來的 Hello 嘩這間餐廳呢 都是第一次來 OK的 那現在呢 就要去飯酒店開餐啦 嘩這個升降機好光啊 那其實回來酒店呢 真的沒什麼好拍的 大家都要早點睡了 明天呢 就要早一點點上郵輪的 再加上呢 今早呢 是非常早起床的 所以呢 就早點回來休息一下啦 那這個一日Miami之旅呢 那就完結啦 Anyway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麻煩大家幫助一下 我的溫馭youtube界裡面的山區兒童 只要一天一個like subscribe和share 就可以大大的幫助我youtube界裡面 都要憑的啦 好了 再見 拜拜